医生在自己身上做实验不算什么稀罕事 齐悦上学时还见过同学在自己身上练习把针呢 但这完全不能跟刘浦诚做的事相提并论 他们那是练习技术 无害的 最多疼一下 但刘浦诚这是在玩命啊 你疯了 齐悦颤声喊道 疼不疼暂且不说 万一伤口感染怎么办 药没有找出来送的命 值得吗 刘大夫 我跟你说过 这药总有一定会造出来的 你何苦何必 刘浦诚笑了 整理好衣衫 值得 就算找不出 也是证明了哪几种不可用 后来人便能少些选择 我们没人医者 怕的不是伤痛 而是看不到路 娘子已经给我们指了明路 这就好了 不管走多少弯路 总有罪的那一天 齐悦看着他 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震动 激动 以及满腔的崇拜 这就是医者 这就是医道 对于他们这种大夫来说 医生不仅仅是职业 而是人生 他低头 看着刘浦诚 递来的那瓷瓶药 想起书上看过 李时珍就是尝遍百草 才制出了麻醉药 也曾经几次中毒 几乎身亡 在这些前辈医者眼里 这是却算不得什么大事 而仅仅是他们该做的 也必须做的 只要有一点希望 就毫不迟疑的尝试 哪怕一无所获 医道 或许在意的不是结果 而是过程 你敢不敢做 会不会去做 如何去做的这个过程 这边的哭喊声 再一次冲击着齐悦 医道 见到病人 首先考虑的不是能不能救 而是怎么救 阿如 他转过身 大声喊道 阿如一直紧张的看着这边 听到齐悦这一声 盲应声过来 胡三 被谁 酒 齐悦又说道 一面穿上阿如拿出的罩衫 胡三尚处在对于齐悦身份的震惊中 身旁的大师兄推了他一下 才反应过来 是 师父 他大声喊道 举起手 冲着四周的人 请让一道 让一道 谁能带我去烧水啊 他的嗓门大 一声盖过了屋子里的哭声喊声 以及其他大夫的交谈声 所有人都看过来 然后就看到穿上奇怪衣服的齐悦 请大家回避一下 我要给上手做详细的检查 请回避一下 齐悦大声说道 屋子里的人愣了下 还要瞎折腾什么 别在这丢人现眼的 你这什么样子 谢氏看着齐悦皱眉 低声呵斥道 因为一直用大夫 院子里什么都齐全 胡三捧着水和酒 很快就过来了 齐悦没有理会谢氏的话 用水洗了手 就擦手 阿儒递过来手套 穿戴完毕 齐悦就大步走向伤者 少夫人 你 已经满面土灰的知府大人 蒸蒸看着他 我想试一试 齐悦说道 说着话 站定在满床翻滚的伤者前 乖 谈好 让阿姨 不是 让我看看 伤者是个十岁出头的孩子 疼得已经神志不清了 哪里理会他的话 帮我按住他 齐悦说道 站在近前的是知府夫妇 文言愣了下 知府夫人挣扎着用力 将孩子的头抱住 少夫人 求求你 他看着齐悦哽咽说道 知府夫人一动作 知府大人也坐下来 按住了孩子的腿脚 我会尽力 齐悦从口罩里发出闷闷的声音 接过阿儒递过来的听诊器 这里疼 这里 随着他的动作 那孩子发出痛苦的哭叫 太夫 再给他用一些止痛的药吧 知府夫人哭道 不行 我要找出关键伤在哪里 不能给他止痛 齐悦说道 伸手在伤者的胸膛 腹部按压不停 伴着按压 孩子发出一声高过一声的哭号 没有仪器 就只有手 只有听 太残忍了 屋子里的其他人 包括那些大夫都忍不住转开视线 太粗暴了 真是太粗暴了 就是没伤 也得弄出伤来 有大夫低声说道 阿 而这时 一声最惨的叫声响起 是这里 齐悦如同发下了新大路 高兴的停下手 再一次按了下 孩子发出一声惨叫 饶是爹娘按着 人也卷曲起来 知府夫人几乎哭昏厥过去 恨不得给齐悦跪下 怎么疼法 齐悦问道 孩子哪里知道怎么疼 任凭齐悦问 除了哭就是喊 你这个贱人 贱人 他嘶喊中夹杂着咒骂 齐悦没有理会 从疼痛的部位 以及身体特征 血压剂 清诊器 探查来看 基本可以确定是脾脏破裂 不过让他奇怪的是 看症状 那出血似乎是控制住了 我给他 为了止血的糖药 刘浦成在一旁说道 太好了 齐悦握了握拳头 看着刘浦成 我还有一些缝线 我可以立刻给他手术 但是我需要助手 刘浦成点点头 是老夫的荣幸 师父 我也能帮忙 胡三也忙喊道 那大弟子迟疑一下 一折手艺都是保密的 非本门学徒不传 人家没邀请 虽然自己师父参加 但他这个弟子 好 阿如 带他们换衣服消毒 齐悦说道 阿如点头 跟我来 他说道 转身出门 刘浦成和胡三忙跟了去 大弟子不知所措的 站在原地 最终一咬牙 也跟了出去 过了这个村 就没这个店了 这种亲眼见证 神奇记忆的时刻 哪怕不要脸皮 也不能错过 请大家都出去一下 我需要准备手术 齐悦举手高声喊道 屋子里的人乱哄哄的 真的要开腹 所有人都在议论纷纷 对于普通人来说 切开人的肚子 那是必死无疑的事 而对于大夫们来说 他们理论上告诉他们 这是可行的 但那只是存在于书上 久远的类似于传说的书 实践上从来没有见过 到底这个年轻的女子 从哪里学来的医术 竟然敢做这种事 快出去 快出去 都出去 知府大人此时最关心儿子的生死 听到齐悦说的话 立刻开始碾人 他一开口 定西侯也回过神 指挥着几乎傻掉的下人们清场 很快人都被赶了出去 这边齐悦指挥着下人们开始布置手术室 这一次没有药可以依靠 一举一动都要完善小心 两张桌子冰到一起 搁在糖屋正中 阿儒带着消毒完毕的刘浦成和胡三进来了 我没有消炎药 我需要那种能消毒抗菌消炎的糖药 中药里一定也有吧 齐悦对着刘浦成问道 消毒抗菌消炎 刘浦成对这些词汇很是陌生 皱眉沉隐 就是 就是对付那些拥居丁窗腐烂之类的症状的样 比如 嗯 比如 秦月有些焦急的 在脑海里搜罗自己知道的那些中药词汇 比如紫花地丁 他说出这个词 却见面前的几人 依旧面色茫然 紫花地丁是何物 刘浦成皱眉问道 啊 轮到齐悦茫然了 这里没有吗 就是一种药材啊 从未听说过 刘浦成摇头说道 齐悦傻了眼 不过对付那些拥居丁窗腐烂的 我倒是惯用苦身 黄白 蛇床死之类的 不知道是否可用 可用不可用 我也不知道 秦月心里难难 时间紧迫 本就死马当活马医 试一试吧 刘浦成立刻斟酌写了药方 逼给大弟子 茫茫的去熬制了 这边 齐悦接着给刘浦成分析 手术中可能出现的状况 以及要准备的东西 虽然只血了 但腹内肯定有血 没有红心 就只能用纱布棉花 这边 胡三飞快地写下来 再就是创修课 齐悦说道 经过这几次和齐悦的接触 刘浦成对他的用词已经熟悉了 修课的意思 刘浦成明白 人身似逆汤 他立刻对一旁的胡三说道 胡三刷刷记下 听齐悦医生快去准备 便和安如飞似的出去了 很快 手术前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完成了 但就在清场时又出意外了 知府夫妇说什么也不肯离开 非要守着亲眼看儿子进行手术 你们在这里会影响我的 你们看不得血啊肉啊的 会害怕 齐悦耐心的劝解 可是我不干着 实在是不放心啊 我一定不会影响你的 知府夫人哭道 每个人都这样说 可是就算对于现代人来说 虽然有强大的心肌覆盖 但看到外科手术的场景 也是会被吓到的 别说这些从来没有见过 这种血腥治病的古代人 想想安如娘那次还不是直接吓晕了过去 齐悦耐着性子解释 可是不管怎么样 我不前眼看着 我就不放心 知府夫人终于喊出心里的话 知府大人一脸坚决表达同样的信念 既然如此 那你们就请带走公子吧 长云城的声音从人群后传来 人群分开 齐悦看到长云城一步步走来 既然你们不愿意信任他 那就另请高明吧 他走进来 站定在台阶上说道 知府夫妇被这话说得很是尴尬 怎么说话呢 谢氏第一次忍不住训斥儿子 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突然这样说 以前在他眼里心里 长云城不管做什么都是对的 他要做的就是听他说就是了 半点不用费心 或许是因为自己的儿子 会替这个女人说话的缘故吧 谢氏的心里有些五味沉洒 看了眼长云城 然后看了眼站在他对面的齐悦 只觉得被刺痛一般转开视线 察觉到母亲的不悦 长云城忙看过来 母亲 有些话还是提前说得好 他语气缓和了 但口中的话还是依旧坚持 我不想人没就了 反而伤了大家的和气 谢氏一向是站在儿子这一边 方才的话脱口而出已经有些后悔 此时听到了他的解释 便绝不会再多言 所以 长云城便再看向知府夫妇 我想大人和夫人 要明白一件事 贵公子 我们尽力救治 但是生是死 还要看天命的 这话说的 知府夫妇有些变色 什么 知府大人忍不住说道 是 是说打开肚子 也不一定能救活吗 这涉及到病情告知 是他做大夫的应该说明的 是的 齐悦点点头 接过长云城的话 手术风险很大 我不能保证贵公子能救活 少夫人 谦虚了 知府大人牵强的笑了下说道 我没谦虚 这是事实 齐悦说道 其实 成功的希望不到一成 一成 那不就等于说 根本就没希望 知府夫妇的脸色更难看了 知府夫人更是软倒在地上 可是那丫头 她哭道 那丫头跟贵公子不一样 我会尽力救治 但是结果如何 我不敢保证 齐悦说道 虽然于心不忍 但定微通知书还是要下的 怎么样 你们想好了没有 治还是不治 我的话说在前头 这些大夫们也都证明了贵公子是根本无法可救 唯有等死 那么治好了些大欢喜 治不好的话 大人夫人 你们心里要明白 这只贵公子 免该如此 这一番话 此时说来 难听又残忍得很 在场众人结实色变 云成 什么说话呢 丑话 还是说在前头好 免得白费力气 反而成了恶人 常云成对父亲 公身失礼说道 态度依旧强硬 知府夫人眼嘴痛哭 知府大人神情变怀 师父 马队要到时候了 大弟子从屋内传出声音说道 是 还是不是 常云成看着知府大人说道 知府大人一咬牙 不是 还有一成的希望吗 治 本是以死之人哪 治好了 是少夫人的恩德 治不好 我们认了 好 常云成一抬手 来人 伴着他的话 外边涌进来七八个人 皆是护卫打扮 无干人等 请离开定西侯府 知府大人 请到客房休息等候 院子守起来 没有少夫人的开口 任何人不准进来 常云成副手说道 护卫们应声 启悦看了看常云成 常云成并没有看他 而是面向院中 七娘子 开始吧 刘浦成说道 齐悦点点头 转身迈进去 伴着满院子的人退出去 四扇屋门被阿儒和大弟子逐一关上 屋子里手术准备已经完毕了 四肢回暖 脉搏增强 心印也好多了 齐悦用听诊器探查完毕说道 一面将血压计温度计在已经麻醉睡过去的伤者身上安置好 阿儒 你负责看着这些数据 一旦数字有变化 提醒我 同样换上罩衫戴上口罩 包住头的阿儒点点头 站定在床头部位 大师兄 齐悦看向那大弟子 开口 少夫人 小的 您叫张头 大弟子忙躬身失礼 不敢担踏着一声大师兄 好 张大夫 你现在来协助我做数钱消毒 齐悦说道 举着双手开始指导 张同看了眼师父刘浦成 刘浦成对他点点头 张同这才激动的再次失礼上前 齐悦一一指挥他 脱了伤者的衣物 加设铺垫 逐一用汤药 烧酒 擦拭伤者的前胸 铺单 手术筋 消毒 手法 顺序 范围 这些事齐悦已经有日子不做了 这让他不由想到刚上手术的时候 别小看这手术铺肩 一位前辈说过了 这铺肩就是手术医生的脸面 齐悦笑道 我以前 他说到这里收住了话头 以前怎么了 刘浦成问道 以前没铺好单子 被主刀医生劈头盖脸的骂式尝试 后来爱自己骂的小护士也不少 齐悦笑了笑含糊一句没什么接了过去 张童眼睛都不敢眨一下 死死的看着腰筋在脑海里 按着齐悦说的指示 递上不同大小的单子 这就是娘子常常强调的消毒吗 刘浦成在一旁问道 第一次看到如此详细的步骤 治病救人都是紧急匆忙的 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精细的准备工作 这些都是很有必要的吗 齐悦点点头 是 尽量减少细菌感染 是治病救命的很重要的一步 他说道 刘浦成点点头 说了声受教了 师傅 我和师傅后来在接诊病人时 也是学着娘子这样做的 胡三盲补充道 说完又忍不住笑了下 虽然大家都觉得 这样做跟以前那样 没感觉结果有什么差别 但是师傅还是要大家这样做了 时间长会看到区别的 齐悦笑道 再次对刘浦成满带静意的微微点头 谁说古代人封建保守 这个从未接触过西医的千年前的刘大夫 接受新鲜事物是多么快速 那么现在开始了 刘大夫胡三 你们要协助我完成 止血截渣 拉钩试血 拉钩剪线 齐悦拿起手术刀 站定在伤者暴露的手术区域前 看着刘浦成和胡三说道 你们以前见过人体内脏吗 胡三眼带惊恐的摇摇头 刘浦成沉默一刻点点头 我们有时候会买些无主尸首 他低声说道 古代就有人体解剖了 那太好了 齐悦松了口气 那刘大夫想必就不会害怕了 大夫嘛 有什么好怕的 我也不怕 胡三忙说道 齐悦吐了口气 好 那我们开始了 他说道 低下头 稳准的在伤者的左上腹正中旁落刀切入 肌肤划开 虽然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但屋内的三人还是浑身僵硬 知道是一回事 但亲眼看到一个活人的肚子被一点点的切开 露出血肉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胡三和张同一阵气血翻涌 阿如强忍着不看过来 死死的盯着血压计 刘浦成半点视线没移开 看着齐悦的每一步动作 越看眼中惊讶越盛 那样娴熟的动作 似乎对人体五脏六腑 经络熟气得不能再熟悉了 看着动作 刘浦成可以毫无疑问的肯定 这女子对人体构造是非常熟悉的 但她的年纪明明还不到二十岁 那么小小的年纪就已经对人体解剖如此熟悉了 难道从小就接触这个 刘浦成眼中难掩震惊 这女子到底背后是什么样的高人指点 腹腔打开时 就连刘浦成都倒吸了口凉气 血 到处是血 胡三转身就奔向乌角 对着弹鱼就开始呕吐 站在一旁 负责看着炭炉烧酒等物的张同 下的面色苍白 这里要用碾水浸泡的布 这里用干布 齐悦手下不停 口中也不停的指挥着 刘浦成的动作由最初的缓慢 很快就稳重起来 齐悦的动作也越发的流畅起来 她伸手拖出了脾脏 果然是脾脏破裂 她仔细观察说道 刘浦成也凑过来看 脾脏为什么会这么大 她忍不住问道 那里有血 齐悦打道 手下飞快的进行动脉结扎 像好刘大夫你事先给他服用了止血的汤药 出血量得到了控制 要不然不等我做这个手术 人已经失血休克死亡了 刘浦成无心听她说夸赞的话 点点头 视线半点不错开 看着那双灵巧的手止血缝合 刀子剪子 以及好些不知名的工具飞快的交替 每一步 每一个动作 看在刘浦成眼里都是问题 但她知道此时不是发问的时候 只是认真的看着 同时也没忘了自己要做的协助工作 显现也是有很多要注意的 动作要求总结四个字 靠 滑 斜 减 做日常外伤伤口缝合的也是如此 齐悦手中动作 口中简单对刘浦成做着解释说明 上一次 阿如对他做人工呼吸的事震动了他 虽然他没了那些有奇效的药 但他还有很多现代医学知识 也许他不经意的告诉传达些 就指不定什么时候会用上 也许就能救到很多人 我需要切出脾脏 齐悦说道 窗面太大 修补已经没有必要了 而且时间来不及 且后期并发症更是危险 一面抬起头停下手 刽傷 滑